START HONG KONG的觀眾你們好,我是何子凌,Anne 想問一下為什麼會成立這個START TIN這間公司呢? 其實因為自己做了模特兒都超過了十年 其實對於製作、媒體、甚至很多人際網絡公關都會有很多collections 我自己都想做製作的,以前就喜歡教儀態的模特兒 現在正式想轉型,做多些幕後的工作 所以就開了START TIN這間公司 我想問一下公司發展的方向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呢? 其實我們公司是做品牌製作的,幫客戶產品推廣,建立品牌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可能在演藝界,所以每一次品牌推廣都會加入娛樂的元素 那就更新鮮一點 那如果跟其他公司有什麼主要分別呢? 跟其他同行的? 其實我們跟其他的藝人管理有些不同 我們有藝人自己一對START星座少女的組合 他們都會經過一些培訓、訓練、唱歌、跳舞、儀態等所有的東西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提供一些製作 甚至有很多的公關活動 其實我們公司是一條龍服務 因為我們要關於現在的經濟和市場 所以將我自己擁有的資源可以令到結市更加好 那如果是怎樣重點栽培呢? 如果是 重點栽培 其實是很平均的 因為我挑選START星座少女的時候 你都知道星座是有不同的特質的 所以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角色 因為現在做藝人就不像以前 你專注唱歌、跳舞就OK 好像以前我只喜歡走Catwalk、拍廣告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很多客人除了要知道你懂得唱歌、跳舞之外 他們會看你的資訊 那就是要知道他做了些什麼 想不想寫文章 所以他們真的有很多元化的 除了懂得唱歌、跳舞之外 有些會懂得玩樂器 還有他們有些工作室很厲害 有些皮膚就好像很熟練 有些就很有型 所以對於我們去 那些客人去選擇我們的START之中 是很方便的 就會節省很多CASTING的時間 所以我經常都提醒我的藝人 不要覺得很煩 或者是覺得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因為現在的事實真的要做這麼多 我自己也與時並進 被以前做MODEL 很多事情做 又要教人而看 又要自己打理自己的Blog On-Off-Line也要打理自己的 所以現在的做藝人 就跟以前有些不同 那身為人妻又是老闆的你 那你在兩者之間 如何拿到一個平衡呢 其實結緣分 反而可能最少來到 我兩個都很忙 那回到我家 就很多很多話題 韜韜不絕的 那其實我一回到我家 我會抽離的 不論可能跟我另一半 不會講那麼多工作上 因為我都想自己放鬆 其實因為工作 我想現在的工作 比以前是多了很大壓力的 那又要 顧求現在有做下幕前 又要做下幕後 那又要take care of my stars 那其實有時候回到家會 都幾累的 那幸好我會懂得 馬上回到家會 變回自己一個是小女人 那我想問你 那我想問你 如何看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是怎樣呢 即現在的藝人 我覺得 被動一點 以前我們 或者我的朋友 做藝人是主動一點的 他們會明白自己要做什麼 目標感很強 而且會是很打理 take care自己很多 就是 例如我是很喜歡唱歌 各樣的 就是會很努力去鑽研 又或者覺得自己是有些強項 例如我是皮膚很好 就是會很好打理的 那可能現在很多都被動 那 可能時代不同 那所以就有些少 對 有些不同 我都想 經常都用我自己的經驗 令到他可能會 再努力一點 嗯 好多謝安傑 我們的專訪 謝謝